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终点观的消息 日本举行了年度最大规模 陆上最终的检阅仪式 日本首相安倍军三出席 同时高调地说 一定要在他任内推动自卫队入线 使自卫队成为正规的军队 可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同时美国和日董的海军陆战队 联合美日在日本岛内 在日本国内首度 展开这个联合夺岛的演习 这指明针对东海的岛屿 今天会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在台湾方面 美国海军研究所下查的 美军的海洋的侦测大型的调查船 居然高调地停靠在了 台湾的高雄的军港 而且是今年的第四次 台湾军方说 确实这是美方的船只不过强调 这是科学考察 但是美国这艘科考船 大型的调查船 能够有效地侦测周边海洋的情报 包括可以进行反潜的侦测 今天来四次 到底是为什么对解放军有什么压力 另外中国大陆设外的官员曾经高调说过 美军的军舰如果停靠台湾 就是大陆攻打台湾之时 今天会分析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提到 有关美国主导的所谓五眼的情报联盟 最新秘密的扩充 变成了八国联军 八个国家联手 来针对中国俄罗斯展开情报收集 重点针对解放军军事情报 包括解放军演习的情报 装备的情报 最新武器还有部署的情况 今天都会分析 另外留意一个消息呢 中国大陆最新把自己研发的 导弹的垂直发射的系统呢 更多的装备在了解放军的军舰上 包括汇舰 包括驱逐舰 包括巡洋舰 更多的入役之后 能够密集地进行打击 而且不断地升级这个载单量 另外更多的军舰 是放在了南海和东海 今天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 台湾最新七条亚太防卫杂志 专门的情报文章 翻译来自美国的情报提到 美国军方 特别是美国陆军 最新的动向 美国陆军已经下发了 陆军的地下作战的手册给军方 同时作为最新的作战 美国陆军说呢 未来下一场战争 很可能是在城市的环境当中进行的 美国认为城市战相当重要 而且这个城市战 不单只是地表作战 不光只是地面上作战 更多将会是地下作战 所以美国认为呢 未来作战当中 如何有效地控制和占领 敌方的城市大城市的 地下的军用和各种设施 是未来作战的关键 所以美国陆军 启动了秘密的作战计划 已经启动就是如何打赢 未来的这个地下作战 美国这个作战的方式改变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考虑 第一 美国说呢 由于未来的作战呢 城市 很多国家 重要大城市作战是不可避免 但是城市的地表地面的作战 几乎没有可能性呢 是隐藏的 因为现在任何城市大城市呢 都被敌方的侦察卫星 这全面的侦测 所以说是几乎透明的 因此在地面上的所有军事设施 包括城市的建筑坐标分布等等 实际上对于敌方来说 都是几乎是透明的 都能够密切地发现 所以转为了地下 第二呢 他提到实际上各国啊 主要大国都把那些军事 政治指挥重要的一些设施 放在了地下 全世界大约是有一万多个 重要的地下的设施 是跟这个军事有关的 这美国的情报 第三个呢 美军自己承认 在地下作战 所谓地下作战当中呢 多次的吃过苦头啊 从越南战争 一直到最近的阿富汗战争 美国都说呢 敌方使用了大量的地下的坑道 洞穴 隧道等等 相应的作战方式 让美国大兵呢 吃尽了苦头 虽然美军呢 也使用了所谓热压力弹 毒气弹这些大伤伤性的武器 在越战 在阿富汗战争当中 在地下作战 但仍然是相当的难打 相当的难缠 所以美军说 未来必须要好好的研究 如何和各个大国 进行地下作战的交手 美军也有一个情报提到 当年打伊拉克的时候 大家也有印象 最终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 也是由他的亲身的示威一起 钻到这个地下的洞穴 地下的隧道 所以未来很多作战 很可能最关键 最后一刻都在地下发生 美国也提到呢 全球军用的地下设施 有一万多个 主要是分布在几个大国 他首先提到俄罗斯 俄罗斯经历了多少年 那个秘密的建设 有大量的地下的设施 而且他提到俄罗斯的地下设施 一旦开战 开战战时 俄罗斯的全国各个大城市的 地下设施完全可以容纳 俄罗斯超过一半的人口 就俄罗斯 另外他也提到中国 中国的地下设施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军方使用的地下指挥 一个储存特别著名的 是解放军 火箭军 就原来二炮部队 打通了所谓地下万里长城 从中原到东南沿海到西北 连通在地下的所谓万里长城 作为解放军的火箭军 导弹部队进行核反击的 重要的手段 更多的导弹储存 包括指挥运输 包括发射 都放在了地下 暂时才划出地面进行发射 这是解放军重要的一些地下设施 另外他也提到 解放军的大城市当中 也有大量的地下的设施 美国现在重点研究是 中国大陆的大城市的 相应地地下的指挥设施 和地下隐藏的设施 提到了北京 天津 上海 广州 深圳 武汉 重庆 这些大城市 美国的报告提到 中国大陆这些大城市 是未来作战的 至剩的关键节点 至剩关键节点 美国特别提到 现在要秘密地绘制 已经左手在绘制 有关中国大陆大城市 刚才提到这些大城市的 地下设施的各种的战略地图 美国已经在绘制 另外与此相关联 美国也披露了一个情报 说台湾 台湾的地下设施 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相当关注的 美国说台湾犹豫地形的原因 台湾主要的城市 都主要分布在山谷当中 山谷的旁边 山谷环抱 所以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台湾有大量的地下设施 是军方使用的 包括基地 包括战机的机库 还有发射指挥中心 而且特别提到 解放军也密切想知道 台军的纵横交错的 这些地下设施 同时台湾这些地下设施 很多还连接到出海口 可以有效地进行这个逃窜 或者是出海的反击 所以解放军是很难的 有两点美国提到 一个是一带解放军登陆容易 但登陆之后推进到 台湾的山谷和城市站的时候 是有难点 第二个难点是解放军很难地掌握 台湾几十年不见的 地下纵横交错的地下作战的组图 这也是解放军现在最希望 最希望获得的台湾的战术情报 就是台湾军方地下作战的 各个规划的组图 这是美国的情报 另外提到朝鲜 美国提到朝鲜有庞大的 相应的地下设施建设的几十年 而且美国非常地头痛 美国说全球一万多个 地下的军事设施当中 朝鲜就占了四成 朝鲜就占了四成 而且朝鲜地下的设施 非常的宽广 非常的绵密 据说在一个小时之内 朝鲜可以利用地下设施 一个小时调兵3万人 这样的规模 而且朝鲜很多地下设施 直接连通到3% 甚至直接升到朝鲜的邻国 这个韩国甚至以前特种兵 也潜入过韩国的首都 都有这样的作战规模 另外韩国也相当警惕朝鲜 因此美国现在说 要全力以赴地研究地下作战 美国这个研究主要是 一方面颁布了陆军的 地下作战手册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现在特训 26个旅 注意26个旅的规模 专门是未来作为地下 地面上作战 城市战 另外特别研发新的 给地下作战的美军的单兵的装备 包括地下作战的夜视仪 包括地下专门的呼吸器 包括地下专门的枪械弹药 非常攻击力小 但是体积非常小 还有就是地下专门使用的 防毒面具等等 另外美国为了训练这个地下作战 怎么训练呢 没有太多地下设施 美国就把很多废旧的货柜 也就集装箱全部连通在一起 模拟一个地下环境 因为模拟在一块的这个集装箱 非常的黑暗 非常的狭小 氧气量非常低 非常仿真接近地下作战 这美军的动向值得大家注意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的报 据台湾东森新网报道 台湾军方在本周一 清晨实施全岛战机的 紧急升空操线 台湾军方空军的花莲基地 6架256两架幻影2000战机 紧急地升空 展开拦截战术演练 并罕见地挂载了电子架舱 双游箱展开长时间 长距离地制空操线 根据军情报栏目掌握的情报 台湾军方这个紧急升空的操线 大一号联翔操线 演练把全岛的陆海空三军 防空部队全部纳入 执行相应的联合防空 联合试战演练 台湾军方除了战机以外 各类型的军舰 包括基德区中间成功会线 拉法业舰等 全部也展开了防空演练 不是台湾陆军的各个作战区的 防空群 防空演配合进入空军基地展开 所谓导弹的防空作战演练 台湾军方生成 每天都会展开台湾军方的战机 在台海周边的空中巡逸 防备中国大陆解放军突然地闯入 这次操约主要目的是紧急起飞拦截 监控闯入台湾的所谓解放军战机 据行过BBC报道 10月中旬的某个晚上 中国大陆内蒙古中部地区 北京地区的上空 出现了一团起义的光源 从伪计来看 似乎是高速飞行机展开盘旋 根据最新的情况 所以一段 这有可能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展开最新一次的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事业 BBC报道引述美军的情况说 这很可能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从太原的卫星发射中心 射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某个导弹靶场 展开了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当中的 又一次最新的试验轨迹 由于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性能 这要好于火箭 而且这试验的飞行器呈现了 所谓盘旋的空中现象 实际上是火箭发动机的高空动作 对飞行器留下加速留下的痕迹 而西方军事情报接受 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在华北和西北地区上空 已经多次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美国光阜的情报说 之前中国大陆军方已经展开过 八次相关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 美国情报说 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 武器飞行器的试验 多次的试验当中采用的 是长征2号西运载火箭发射成空 展开高超音速的弹头划响 美军前高级将领披典说 中国大陆 可能已经拥有了 可以用于实战的高超音速武器 如果美国无法追赶上 中国研发的速度 美军未来战场上将被 能力增强了中国大陆军队 逼入苦战 据说说报道 多年以来由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主称的 情报共享网络五眼联盟 今年初开始 与德国 日本 法国增加合作 交换对中国的对外活动的机密情报 这是美国和他的盟国 扩大情报战线 对抗中国影响力和军力的 具体的动作之一 西方军事情报协说 这形同是原来的五眼情报联盟 非正式的扩张 由五眼联盟 正式扩大成为八国联军 通常就如何应对中国大陆的军力 还有实力展开情报讨论 这些讨论大部分 是以双边形式安定进行的 不过就像由美国主导的 如何因应中国实力和军力的 国际战略情报讨论 从原来的即兴进行 到了定期举行 而且各国的高级情报官员 都有秘密的参加 法国有时候也参与讨论 不过不是常客 而且这些英国的情报消息人士 向军情报协议栏目披露情报所 希望这个联合的 针对中国的情报联盟 共享网络的联盟国 讨论的焦点一直是针对中国的 同时也会触及俄罗斯 而且情报显示 无眼的所谓情报联盟 加强合作 并且最新扩大到 八国的联合的战线 交换对华情报 不过消息人士也披露出 德国和日本相对比较低调 对于是否参与美国 这个八国联军的情报联盟 不予置评 香港的知识普天指出 美国和他的盟友 现在强化了 对于中国大陆军事 和各方面情报的合作和交换 表明美国 对中国遏制的力度 正在日益的强化 中国必须寻求化解之道 逐一击破 以免陷入被动 好 另外提到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主导的 这个所谓五眼的情报联盟 现在扩充到了九个国家 包括最新的日本 德国 法国 问一下宋忠平先生 怎么看这个扩充 是否针对解放军的情报 包括军事的行动 会越来越有压力 解放军怎么办 美国所打造的 所谓天眼联盟 也就是所谓的八国联军 并不会对中国 构成实际的威胁 换句话来讲的话 这个所谓的天眼联盟 完全是一盘散沙 里面的大家 各个国家是各怀鬼胎 他们之间并不能 形成统一的认识 当然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的话 必须要加强自身的认识 要加强军事斗争准备 以此来回应天眼联盟 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可以在战略 战役 战术 各个角度来实行目标养动 对天眼联盟所带来威胁的一个防化 好 这孙聪平的圈点提到 解放军要提高警惕 因为美国加大对解放军的 情报的围堵和侦策 当然解放军也有反侦策 反情报的手段 这样的对抗 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本周另外交警在日本 日本举行了规模最大的路上阅兵 安倍说自卫队一定要成军入线 另外美日首度在日本境内 展开夺岛演习 看一个片段 局势本独白情报不大 日本的路上最后对周日 举行年度的检约仪式 多达4000名 自卫队员参与 并展示了260辆 日本的坦克其他车辆 具备出席仪式的 日本首相安倍竞赛 军化的时候重申表明 要把自卫队写入宪法 情况是日本二战时候 制定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定名 日本放弃发动战争 不保持战争力量 和不承认交战权 安倍公开地希望宪法 加入涉及自卫队新的条款 使到自卫队存在 合乎宪法 安倍还提到 最新的军事领域 确立竞争的优势 就无法守住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军事的海洋活动 包括北朝鲜的核问题 安倍指出 五年多以来 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 不确定性 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 形势严峻 最新情况会的说 日本自卫队每年10月 都会举行大规模的 检阅仪式 仪式除了展示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军队以外 也会展示 陆海空自卫队最新的战绩 当中包括航空自卫队 F35A的战机 更首次参与了 公开的飞行表演 美军的海军陆战队 云艺术机 也参与日本的阅兵 同时朝日新闻披露 日本陆上自卫队 在陆沃岛线的总指导 与美国海军的陆战队展开 首次联合在日本国内展开的 两栖突击作战演练 是日本首次在日本境内 展开与美军同类的 夺岛的演习 日本希望能够提升 离岛防卫战术和攻击的技能 应对中国大陆 扩大的军事海洋行动 最新的情报 说这次每日联合的 多岛演习大约 220名的陆上自卫队员 和1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的实战队员演练 包括抢滩登陆 远程炮击 将于每日多岛演习的部队 包括自卫队新成立的 水陆机动团 和部署在冲城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室 他们承达了 由海上自卫队提供的 大型的运输舰 大雨号出动的船只 向总之岛展开了 抢滩登陆 炮兵展开了远程 攻击的掩护 以练夺回 被敌军占据的 岛屿的机场 最继续日本防卫省的消息的是 向军情报 那时南部拼手情报说 这次每日多岛的陆战演练 会持续到本月的中旬 日本陆上最新成立的 水陆机动团 负责离岛的防卫和攻击 被称为是日本版的 海军陆战队 而今年夏天 他们曾经秘密与美军 就在夏威夷 展开过联合的演习 公众社也认为 每日这次夺岛的演习 与钓鱼岛争团是有关系的 此举意在彰显 日美军事加强合作 应对中国 另一方面 日本防卫省最新的披露说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在今年4月到9月 紧急升空561次 应对逼近日本空域的 外国的飞行 当中日本自卫队 针对中国飞行的 紧急升空次数是345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58次 而日本战机 针对俄罗斯的是211次 减少了56次 日本防卫省数 日方应对的中国的飞机 多数是解放军的战机 包括解放军的侦察机和预警机 俄罗斯的 就多数是收集情报的飞机 同时中国飞机多数 是从东海上空 飞到日本海的上空 往返的飞行 俄罗斯飞机在日本海上空 进行长距离的侦察飞行 好 陪我提到本周 日本两个动作 一方面举行大规模阅兵安倍 还有重要讲话说一定要修宪 另外美日首度在日本境内 展开夺岛演习 今天连线下 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 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报 美日这次选择在种子岛 日本境内进行夺岛演习 针对性是中国吗 整个一个演习 这一次规模不仅大 而且它包含的面是非常广 其实也是非常真实的 在线了防卫省 原来制定的那么一套 那个岛屿夺回的实战 作战的方案 它曾经预判 就是说中国有可能 有三种方式 突然占领钓鱼岛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首先采取那个侦察 然后呢 出动那个水陆机动团 进行抢滩登岛 然后派驻后续力量 进行那个资源 同时呢 利用它的海空优势 切断外面的军事的资源 那么同时呢 还要利用 它的那个全方位的 那么一种联合作战的 那么一种体系来夺回 被敌方所谓占领的岛屿 好 提到是日本最新的动作 我们知道呢 日本一定会在军事方面 包括周边的岛屿作战方面 做好准备 同时呢 安倍晋三呢 下周要访问中国 中日可能出现新的和缓 但斗争的准备 是必须要做好的 这个话题先放一边呢 另外一个话题呢 西方的情报发现 这几年中国大陆不断地强化 海军的舰载的垂时发射系统 除了原来的护卫舰 包括驱逐舰 现在巡防舰以外 不断地增加载弹量 而且呢打击力不断提升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军事联系的杂志评论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 新入役的第三代的 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 量产入役特别安装了 中国大陆自行研发的 舰载垂时导弹发射系统 缩短了解放军海军舰艇 防空系统反应时间 提高了解放军舰艇的 导弹密集发射速度 增加了导弹携带数量 增强了海上攻击能力 最新的情况 比如说解放军海军的 舰载导弹垂时发射系统 主要提升解放军大型的 主力舰艇的作战能力 搭载更多的防空导弹 应对美国 日本 台海高强度的海上作战环境 确保解放军舰艇 未来的自卫攻击能力 警方说 苏联是实际上 第一个舰载导弹 垂时发射系统实战化的国家 比美国还要早六七年 而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以往的舰载导弹发射系统 全部是倾斜的发射方式 解放军曾经对美国海军的 驱逐舰巡洋舰的 MK41型的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有浓厚的兴趣 不过美国无意卖给中国 90年代解放军大量 引进俄罗斯的 舰艇和舰载的攻击系统 包括现代机的导弹驱逐舰 但还是倾斜式的导弹发射系统 直到2004年服役了 中国大陆的052C型的驱逐舰 也就是中华深圳舰 才开始配备了 中国大陆解放军自行 研发了第一款的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使用海红旗9防空导弹 西方的情报说 解放军052C驱逐舰 配备了快速连续发射导弹 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提高了接战反应的速度 具备了远程缆截 全向拦截对抗敌方的 饱和攻击 而解放军的海红旗9的 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持续发射导弹速率 可以达到每1.5秒发射一枚 而解放军的052C型导弹 驱逐舰有8个的发射装置 全舰一共有48个 海红旗9的发射筒 足以满足 保护解放军海母编队的 防空的需要 另外解放军的海红旗9的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还可以在海上 或者港口的导弹的 装填作业的时候 平均装填速度 达到5分钟一枚 把导弹说最新的情报说 解放军海军的054A型的导弹 或一线配备的导弹 垂直发射系统 除了可以装填 红旗16防空导弹 还有给装填解放军 最新研发的反潜火箭 成为解放军第一款 进入服役的通用的 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情报说解放军的054A型的 导弹或一线负责 解放军航母编队的反潜任务 配备英机8反潜导弹 改进的最新型的反潜导弹 而解放军的海洪旗 9号红旗16 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服役 强化解放军海军 海上作战编队的多场 防空拦截能力 最新的情报披露说 解放军新型的海上的导弹 垂直发射系统 导弹发射的频率 可以根据作战的任务 还有不同导弹的种类 例如防空导弹 持续发射率最快 可以达到每秒钟一枚 这预测程中在需要的 反潜反潜公路导弹发射速度 可以控制在每三秒钟一枚 先行通用的 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已经在解放军052D型的 导弹驱逐舰服役 每艘的052D型驱逐舰 安装8个发射单元的 导弹发射模组 全舰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 增加3% 最新的情况比例如说 解放军已经 秘密下水服役的 055大型的万吨大型的巡防舰 垂直的导弹发射系统 发射单元会增加到96个 除了可以垂直发射 远程的防空导弹以外 同时解放军这个万吨的 大型的巡防舰还在秘密的 测试垂直发射反舰导弹 反潜火箭和短程的防空导弹 未来几年之内 解放军海军应该可以完成了 所有这样的试验工作 好 本来提到 解放军把更多自主研发的 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 不断入役给解放军心的战舰 包括护卫舰导弹 驱逐舰 还有巡防舰 因为南海 东海 美国的这种禁逼的 挑衅压力越来越大 最新情报说三天之前 也就本周一 美军两架B-52战略轰架机 又在飞临到东海来回乱窜 来测试解放军的沿海的导弹 雷达的测试的反应能力 所以解放军更多 这种导弹发射系统 部署入役南海 东海 能不能有效拒指美军 稍后来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 美军下辖的海洋侦测船 居然高调停在高雄 而且是第四次来 它能够有效地侦测海面的情报 包括反潜 给解放军什么压力 稍后来分析 回到军机观察室 本周关注焦点了 解放军这几年不断 把新入役的战舰 装备更多的导弹垂时发射系统 形成在东海 南海 有效的军事的威慑力 今天请到香港的宋仲平 还有台北的市校委分析 先问宋仲平 美国也发现解放军 这几年不断注意 新的导弹发射系统 到底就有什么新的特点 有什么进步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的话 055大区已经增加到了 112个发射单元 这样的话 应对宝核攻击的能力 就非常非常之强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体现 另外一个体现的话 就是在整个发射体系上 之前强调的是防空 这个是核心 包括我们之前的 所谓的海洪16 包括海洪9 都是以防空反导为主 那么后来发展出来的 垂直发射体系里面 就兼容了所谓反潜的导弹 现在在整个新型的 垂发体系里面 又兼容了反舰导弹 包括巡航导弹 这样的话 把四合一的导弹 融合在同一个发射体系上 将会让整个的快反能力 大大增强 好 一下台北的市校委 已经在台湾掌握了情报 解放军现在的密集的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会不会给美军 在台海东海带来新的压力 解放军他现在拥有的舰艇 052CD或者是054的话 他的发射 也就是他的接战能量 都是大幅提升的 而且像一般而言 就目前的资料显示 解放军的052C052D 以及054的这个 配备国产垂直发射系统的舰艇 它如果在进行导弹发射 也就是防空导弹发射的话 它可以达到每秒钟一发 然后如果是反潜的 或者是其他的用途的 这个各式导弹 可以是每三秒钟一发 那我们也知道 像以如果是发射弊的这种速度来看的话 它大约是每分钟20发 到每分钟30枚的这样一个导弹 所以整体来讲 这样一个导弹的发射速度 是大幅提升 而且这个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 这个可靠度以及可维修度 都比过去的发射弊 或是发射架的方式 要更为的这个简洁 所以整体来说 以美方跟台湾方面来看 配备了垂直发射系统的解放军的 作战舰艇 它本身的作战效能 是跟过去相比是大幅提升的 好 问一下宋仙 解放军那个自主研发的导弹 垂直发射系统 虽然已经不断地入役 但可能比起美军还是有差距 未来在南海 中美这个较劲 差距还会在哪里 美军的垂发体系 确确实实对其他国家 包括对中国 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但是有一点 就是美国现在的整个吹发体系 采用的是热发射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还需要有排烟道 而且维护保障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这就会限制其所谓快反能力 那么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冷发射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对于维护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便利 当然从解放军 目前的角度来讲的话 包括反导 主要是靠陆基 包括空基来进行反导 未来也会立足于 我们的055大区 来实现海基反导体系 的延伸 这个也是解放军的 垂直发射体系 所面临要积累的经验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解放军现在比较差的 还是实战的能力积累 这一点的话 美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好 谢谢两位分析 本周消息解放军海军 在舰艇上的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现在的能力和未来的发展 这个话题持续关注 本周另外一个重点放在台湾 有媒体评论说发现 美军的海军研究所 下降的海洋调查船 多次地进入台湾 而现在就停靠在台湾的高雄港 台湾军方也证实有这个事 不过只是说 这是学术的交流 而这一艘美国的船 还可以进行科学情报收集以外 还可以反潜 给解放军什么压力 进入军情互动 回应一下凤凰游问题 大家注意到 美国海军下降的 这个海洋考察船 高调地停靠在台湾的高雄 而且是今年第四次 停靠在台湾 台湾军方也证实有此事 而且这艘船 除了可以收集海上情报以外 还能反潜 网友问一下宋先生 这次这是一个严重挑衅 之前中国官员曾经放话说 美军军舰停靠台湾之日 就是大陆动武之时 这是不是要逼解放军动手 表面上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科考船 实际上的话 它是军舰的一种 我们知道军舰包括两大类 一类叫战斗舰艇 一类叫非战斗舰艇 也就是保障类的舰艇 它就是属于典型的 保障类的舰艇 上面会有大量的美军人员 包括文职人员 还有部分少量的科研人员 所以这样的船只的属性 是属于美国的军方 这样一艘船只 进驻高雄港 完全是违背了 一个中国的原则 甚至是粗暴干涉了 三个联合公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所带来的挑战 是非常非常之大 包括这艘科考船 实际上是为美国的潜艇服务 是为美国潜艇收集 声闻信息 包括也是在反潜来做相关的服务 比如搜集的是水温的信息 包括盐分的信息 这些东西对于未来反潜 精确定位潜艇 将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所以这样一条船进驻高雄港 确确实实对解放军 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那么作为解放军来讲的话 怎么办 说白了 要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 而且在万全之时 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来确保一个中国的原则 绝对不能动摇 中国军方和马来西亚和泰国 展开的联合的演习 将在本周末开始 持续到下周 而这次解放军 派出了南部战区 驻香港部队 驻澳门部队 包括驱逐舰 舰载直升线害特种兵 到马来西亚参与演习 演习的科目 是南海联合强制行动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节目最后 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是《循环大使》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